接下来我想要教你们第三招 第三招是什么呢 您看一下 有时候我们一个落落长的文件 很长很长的文件 顾名思义就叫长文件 那长文件在阅读上面 我们能不能掌握到一些事情 怎么说呢 举例来说我们为了让别人观看上面比较容易 这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标一些重点 标什么重点呢 举例来说我们把它画一些 那个王底是黄色 王底是黄色 也就是标注重点这件事 那标注重点呢 例如说好了 我们把重点标起来的话 例如说小美 小美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重点 好我们就把它加一个黄色的底色色为粗体 好例如说小美这两个字色为粗体 好那接下来呢 假设我们相关的这个文字 我觉得是重点的话 我也希望它是一个黄色的底色跟什么 粗黑体的字 这个时候呢 我们当然就是用格式复制 但是格式复制啊 我要教你们这个小技巧是 它可以 连续一直使用 不用每一次 用一次点格式复制 格式复制在哪里呢 例如说这个小美选到之后 常用 我们把那个常用的折叠 关掉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都呈现这个格式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这个复制格式 好点一下 那接下来我的应用 我的应用呢 举例来说小美被老板 被老板要求 然后做一份简报 可是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哦 这个简报 它是不是要重新在选到 例如说这里面的文字 然后接下来去做什么 复制格式 然后接下来再 刷到这个地方 这是大家本来都会的哦 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小PayPal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定义 定义这个小美 它底下的格式有黄色底色 还有粗体 这样子的格式 然后我们去做格式复制 格式复制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点一下 是点两下 点两下 好我现在点两下咯 结果反我刷的地方 它都可以变格式 我刚刚复制的那个格式 而且可以一直使用 举例来说 它说它没有这个小美 没有使用的经验 没有做过的经验 这个时候它不知道 完全不知如何开始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的同仁 它的同仁就开始告诉他说 你可以把什么相关的一些经验 类似的简报 拿来做参考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类似经验 类似的简报 可以参考 这也是我们制作简报的时候 但我们不会做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用用看别人的一个 简报内容来当做是参考 那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做了好多次的 复制格式 我有没有一直在点这个复制格式 没有哎 好 那当然当我们要停止复制格式 你看现在我是不是还是在 复制格式的状态 你有没有看到我滑鼠游标 滑鼠游标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我今天我要停止复制格式 想一想中断停止 暂时不要使用 好这个时候 我要停止这个复制格式 我才能去做别的字 也许我可以要继续打字啊 或做其他的事情 这个时候呢怎么做 按点一下ESC这个按键 在键盘的左上角 键盘的左上角 点一下这个时候 你看花束游标 从原本的复制格式 那个图示 有一支刷子在旁边的那种格式 变成什么一个I OK这就是复制格式 而且可以重复一直使用的小技巧哦 有很多人如果不知道这件事 那他又想要去画出重点 哇他可能花了很多很多时间 浪费在选复制格式这个工具 好那这是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 第三个小技巧 还有第四个第五个 我希望今天呢 我们就先来跟你分享分享五个 五个一天不用多 我们学一点这些小技巧 你有印象之后 下次再使用的时候 不妨使用看看